对了,我那么久没有看到你的视频 我好奇,女朋友咧 这位陈花花小姐 谢谢你那么关心我们两个 放心,我们两个还是依然的这么恩爱 由于她现在在槟城读书 然后我在杰比 所以我们两个是远距离恋爱 远距离恋爱自然就会少出现在我的影片 所以如果你要她快点跟我拍影片的话 叫她回来 不要读书了,放弃学业就好了 嗚呼 嗨呀,你哪里的狗怪 把她放在里面 把那妖怪里面 然后就哄她吃 这位朋友 是我的华语不够好 还是你的华语比较特别 为什么我看来看去都看不懂你在讲什么 哈 诶,哈姑娜 哦,我去哪里哦 哈姑娜 诶,哈姑娜 我在这里演了国家穿着Hoodies 因为那是我的哨 来,你知道要去哪里哦? Kai Kai 嗚,可以去Kai Kai了 是不是很开心? 嗚嗚嗚嗚嗚 OK,经过我跟那个 Mistick Quake Creature的老板聊过后 他跟我讲 哈姑娜现在这样的状况是不正常的 OH NO 怎么办哦 现在听他这样讲了过后 我就更加紧张了 我就马上要带哈姑娜去见这个老板一下啦 看看这个老板看了哈姑娜过后 看它是什么状态啦 老板是讲哈姑娜 基本上它不会不吃东西啦 而且它会很活泼 因为Mircat本来就是一个很活泼的动物 很耗动 很hyperactive 只是它一直睡觉 不太正常了 所以老板就叫我现在带去给它看一下什么状态啦 哈姑娜你不要离开 哇哈姑娜你不要 哈姑娜你在哪里? 哈姑娜 Mistick Quake Creature 哈姑娜 我们到了哦 你还在睡啊?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Good girl 老板 哈喽 哈喽 进来嘞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哈姑娜他当前没有送家 什么 他不是不吃的啊 他就可能吃一两条而已 然后他就一直睡觉 Baby girl 要不要看看其他动物 你看他就是一直睡觉 你来来哦 其实不是 你这样看就看得出啊 你给他吃什么 对 这个是虫虫的成分 正常吗你 嗯 哈姑娜吃 哈喽 哈喽 我根本没有四星星的你看 哎呦 嘴巴会开叻 耶 吃了 啊啊 哇 吃了叻 哈哈 终于吃了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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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吃了 怎么这样啊 我喂他就不吃 老板喂他就吃叻 嘴巴会自己开叻 你很过分啊 我喂你就不要吃 什么你又要吃啊 不然你怎么吃 你吃饱了啊 我不是 Good boy 哎呦 吃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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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吃了哦 什么很想吃啊 哈哈哈哈 饱了嘛 哦原来你不是只要吃种种 哈哈哈哈 哦你还要喝 Nestorm啊你 要看啊 不好意思啊哈 哎呦 不好意思啊 不要精神了咧你 哦呦 哎呦 哎呦 不要夹夹摸摸到另外一边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也有他也有 他也有 哦你这样也是啊 你也是有啊 什么 人家都这样叫你了咧 快点 去 害羞什么 就好了有人这样叫你 如果是有人这样叫我 一定重过去了 哈哈哈哈 好好装 下来咧 哈哈哈哈 我进化快点拿起来 跟他拍都不要跟我拍 太过分了 哈哈哈 去咧 这是朋友咧 他们又不会咬你 去咧 去咧 哇 你就好咯 很关系 他妈妈这样抱他 他也是这样子的 他很喜欢躺在那个 有肉的地方 哈哈哈哈 喂 喂 你在这摸 阿姑娘你看 哇 不要精神了咧 哦也会叫了咧 果然一有什么事情 带回来 还有一部 你们的那些 asotic pets 剩下20%的时候 带来这里 他就会帮你 他 哇 很sexy咧 OK刚才 那个老板咧 喂他吃的就是 这一个东西 这个其实我有喂过他吃的 他不吃 结果我来这里 老板喂他就吃太过分了 阿姑娜 我回去一路罐他吃 他是不是很过分 欸 阿姑娜 我去哪里哦 阿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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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在里面哦 哇 老板我给你吓死啊 哈哈哈 我给你吓死了 哈哈哈 阿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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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曬太阳 早上的太阳 对动物都很好 哇第一次看 阿姑娜吃蟋蟀 欸 喜欢吃 好吃吗 阿姑娜 哈哈哈 哇终于吃了 我很少点他们吃蜜蟋 你细出来多 细出来多 细出来多 我买了这样多个小蜜蟋 怎么办 哈哈哈 不然给你吃咯 你要不要吃蜜蟋 精神了叻 Good boy UVB灯 现在老板跟我讲要给它 它属于是太阳灯 因为我们不可以一直时常带它出去晒太阳 所以他们也需要这些热能啊 或UVB那种 我们皮肤也需要晒太阳 给它皮肤有这个Vitamin 太阳的Vitamin我不是很懂是什么 你们留言在下面 然后给我们长一下知识 哈哈哈 Takuna也是需要 但是又不能一直带它出去 因为它现在还小嘛 容易细静感啊 这些都是UVB灯 照照一下 给它皮肤吸收一些Vitamin 你终于好了啊今天 一整天都在弄你啊 哎呀 所以弄到我们的 Baby哥不用去游泳了 哈哈哈 OK 明天我们去游 啊 Good girl 这里真的有经验 开了89年的宠物店 真的不是跟你玩完 以后有什么事情 不要藏在心里面 一定要告诉我你记到不记到啊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饱了咯 吃饱了的Good OK 所以 Takuna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了 现在只能跟住我们的专家的指示 哈哈哈 给它不要 给它吃虫 给它吃一些别的东西 然后给它照照太阳 范围要扩小一点 等它健康了过后再给它吃别的啦 好 谢谢你老板 嘿不用客气 这样我走了啊 可以可以可以 我会好好照顾它啦 哈哈哈 等下又剩下60%我再回来 哈哈哈 你不要等三天后 OK 是是是是 这次我等太久了 OKOK 走啦 拜拜 哇 这个有一点烧的 啊 晒太阳 啊叻我要回店了 嗚呼 咳咳 来到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来一点 比较感动的音乐 Music Please 诶 不是这个啦 这个太吵了 快 不要这个啦 这个好像死爸爸死妈妈这样 换换换 哈哈哈 有 有 不对啦 这个节奏不对的 这个不是不是这样子的 要感动一点感动一点啊 啊 这个可以 这个 好 在你们看了这个影片的结尾 我要总结一下 Hakuna这类型的动物咧 它们是需要很多关怀 要需要很多指示 还需要很多 经验去了解它们的 因为 Hakuna 它是一个 杂食动物 而且 在网上有很多资料 都显示 它们可能 只吃虫 或者是你们在Lion King里面 你们看到的咧 Hakuna也就只是吃虫 诶 这样你们看到 那个Lion King里面的狮子 只吃虫 你们信吗 要学我这样子看了那个Lion King过后 然后就完全跟住Lion King他们的那个方式 必须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尝试啦 就好像 Hakuna吃那个面包虫吃到咸了 感染不吃东西了 现在只要让它吃一下别的东西 比如水果啊 又或者是其他不一样的虫类啊 又或者是老板给的那个杂粮啊 就要用这些方法 来让它 恢复食欲 最重要还是 这些动物 然后啊他们很需要自然光 也就是太阳的那些热量 所谓的UVB 让它的皮肤 或让它的身体 有适当的营养成分 阳光的那个灶 是非常重要的 听清楚 是阳光灶啊 阳光灶是什么 不是那个天灶啊 记得啊 是阳光灶 不是天灶 阳光灶 所以今天呢 我真的是学到很多功课 我希望大家你们看的今天的Vlog 你们会学到一点东西 也长一点知识 虽然 我的影片有时候会有一点闷 但是这些都是我们生活来的嘛 我不相信你们每一天的生活 都会很多姿多彩 然后每天 朋友啊 哎呦好像在讲谁这样 没有啊 我没有这样在讲谁啊 你们不要误会 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这就是我的生活 我是想分享我的生活 我所学到的东西给大家 当然 如果你们平时也觉得你们的生活很闷的话 你们看看我的Vlog啦 很容易的 你看了我的Vlog 你的烦恼就会不见掉 你就会找到你自己的真爱 哈哈哈哈 看了我的Vlog 说不定耶 你就会变百万富翁 你就会引起高富美 然后成为时尚达人 达到人生颠峰 我的影片就是这样厉害 不要怀疑 你不要怀疑 你继续看下去你就懂了 看一两集不算的 你要一直看下去 看到你老为止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上订阅还有分享 这里有一个 红红色的Button 一Button 这里的 看下去 回来了做梦 看下去 喂 你怎么会回来 See you in the next vlog Bye Bye 他坚持你 你知道我要做梦吗 OK 现在我已经回到 Water Studio 来吧 Steve又来了 又来了 你看又来了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亮仔Steve 硬硬Flocking 订阅我的频道 有点太多了 今天我们在拍的这个东西 多数是试吃那些特别的食物 如果你们要看到的话 去他这边 这边 OK 这里有一个红色的Button 记得一Button 再立的跟它 跟它什么 跟它什么 攀下去 快个 嘿嘿嘿 See you in the next vlog Bye Bye